一起黑裙搭配紅色披風 裝扮成國外動畫角色的cosplay玩家 手持顯眼道具 匆忙的和其他動漫角色互動 在精緻妝容和造型下 很少人能一眼看出 他其實是男扮女裝 性別上被認錯 我是男男 女生角色是最近才開始 化妝有比較好一點之後 就會被人家誤認 角色扮演並不侷限性別 即便是男扮女裝 他們都勇於展現自己喜愛的角色 然而為了符合角色形象 玩家的整體造型會相對高調 難免引發民眾的好奇或側默 可能是因為動漫 他們的整個風格 跟現在所流行的那種風格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比較異類 就算自己可能 不會特別喜歡 但是也要給予尊重 cosplay是透過妝容服飾道具等 化身為動漫角色的表演藝術行為 為了貼近角色 cosplay玩家必須做足功課 並投入許多時間和經費 不少玩家甚至親力親為 嘗試參與角色整體造型與道具製作 這個頭髮我弄了17個小時 本人是非常討厭在臉上塗任何東西的 就算只是保養的東西 當然也是為了想說 喔!這個角色我超喜歡 我想要去扮演他 其實我一開始出角的時候都是百線成像淘寶什麼 然後到後期我都變成半手工 在大眾任之中 cosplay常與宅男宅女畫上等號 藉由角色扮演 不少玩家都得以克服內向的個性 走出戶外大方與人交流 我覺得cosplay 雖然改變我很多 因為我以前算是比較自費的 可是因為接觸cosplay 我開始就是重新喜歡上我自己 然後就是 覺得要怎樣才能讓自己 更有自信 更漂亮 當cosplay玩家把動漫帶進現實生活 他們偶爾會被誤解為 躲在角色背後逃避現實 但回歸cosplay本質 玩家們其實只是以另一種形式 與所裝扮的角色相互融合 這是他們選擇付諸心力 由於表現自己的途徑之一 因此 一般民眾若能抱持更加開放的態度 嘗試理解並欣賞cosplay這項表演藝術 社會對cosplay的正確認識與接受度 將會越來越高 記者劉苑山林子祺高雄採訪報導 詞好 字幕志廣炭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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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